《理想之诚》这部剧让人见识到了真实职场的模样 理想换的职场黑白分明正义战胜邪恶 现实里的职场利益违先,难以区分对错 理想之诚一上来就用苏小的遭遇 点出现实职场与理想职场的矛盾 赵家是苏小一开始在重建公司上班 每天穿着职业装穿紧于办公室内 脸色暗淡无光,一看就只熬了好几个通宵 在他心里只有保证每一张造价表都干干净净 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专业 然而造价师理想上的纯粹却抵不了现实的当头一棒 就像天科建筑的主任经济师夏明所持的观点一样 每一张造价表背后实则都是一张关系网 只听着专业去忽略背后的人心博弈 往往会一败涂地 不管是苏小巨兽的准生 还是他在处置事情时的果断 都是影视剧以及理想生活中稀缺的 当然也正是由于如此 苏小和夏明之间必定有着不一样的结局 夏明和苏小这两个角色都没有做错什么 当两人的关系肯定之后 很多事业上的选择都是迫不得已 但是显然夏明的爱并不是苏小想要要的 在爱情中苏小并不是很在意夏明能带给本人什么 他想要的只是陪伴和信任 当他被冤枉的时候 他希望夏明能了解本人,认信本人 夏明的内心对苏小肯定是信任的 但是他的行为却在变相出卖苏小 他应用苏小的窘境 为本人增加会谈的筹码 在本人利益和苏小的出路之间纠结 他维护苏小的方式是把伤害降至最低 至于苏小到底是黑是白 曾经不重要了 比照苏小的理想化 夏明的理想即使是迫不得已 也很难被苏小接受 除此之外 在事业上夏明和苏小也有很大的价值观差距 在夏明看来 造假单就是一张关系表 想要搞好事业就要搞好关系 事实证明他最后苦于运营复杂的关系 也是由于本人在事业上的不够地道 而苏小则完全不同 从即开端 苏小就立志于捷径的造假单 故人职场的黑暗让苏小迫不得已 学着像夏明一样玩一些小心机 但是不同的是 苏小不断在纠结 他不想的用这种方式取得胜利的自己 到底还是不是原来的自己 显然固人苏小和夏明有过一段同行的路 但是两人价值观的不同 导致他们最终还是会走到岔路口 与至于两人谁对谁错 其实很难断定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 每天都会讲述理想之城的故事 让我们下期再见